全世界都在吸中国氧 随至新冠病毒的多次变异与国外的躺平 疫情在全球的传播 似乎还远未达到峰值 4月8日 钟南山在线上授课时提到 中国会在动态清零中逐步开放 但完全开放不适用 那样因病死亡人数会明显增加 一年前 印度爆发了疫情 据BBC报道 氧气瓶在黑市上卖出超10倍的价格 一位印度工人需要花费5个月工资 才能够换到一瓶氧气 2021年4月30日 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 光文斌披露了数据 据不完全统计 自4月以来 中方已累计向印出口呼吸机和质量机26000余台 这一数字远超印度在全球其他地区的订单量 即使中国及中国企业的责任体现 也是我们动态清零的底气所在 在疫情反复的三年中 由赖于社会经济秩序的快速稳定 国内企业迅速复工复产 与抗疫产品相关的行业 得到了跨越式发展 甚至在部分行业 一举打破了国外企业的垄断 建立国内市场优势 并劳劳把握住海外销售渠道 除了最广为人质的口罩 医用酒精等领域 国产呼吸机 质量机背后的巨头也浮出水面 与通过供给侧快速抢应 来满足爆发需求的口罩 医用酒精品类不同 国产呼吸机 质量机此番的脱颖而出 却是一个后机勃发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有些国产品牌早已取得了诸多成就 却先有人知 例如于悦 在2009年 于悦质量机已经实现了全球销量第一 2021年年销量更是全球率先突破100万台 这意味着 但与众多制造业相同 质量机也经历了跌宕的国产逆袭之路 质量机的国民认知 更多来自于疫情 彼时 相关医用器械的需求暴增 质量机频频出现于各类新闻 作为医疗器械 质量机的意义在于 通过给患者供养 缓解缺氧性及慢性呼吸疾病 心脑血管疾病以及其他低氧性病症 同时 质量机具有保健功能 通过给氧改善身体供养状况 以消除疲劳 恢复身体机能 适用于部分出现缺氧症状的中老年人和孕期妇女 体质较差者 运动员 重体力劳动者和脑力消耗者 另外在高海拔低压缺氧环境中 使用质量机可以有效缓解 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存伤 换句话说 存在不同程度缺氧的人群 都可以在征询医生意见后尝试制氧机 而这部分需求往往由家用制氧机来承担 1985年 第一台家用制氧机在美国问世 由于先发优势 早年的中国制氧机市场 是外资品牌的天下 2000年以来 外资品牌陆续敲开国门 在中国沿海城市纷纷建厂 一面是劳动力红利 一面是中国制氧机行业的空白 对于外资品牌而言 中国市场的潜力难以估量 制氧机有多种分类 比较常见的是通过养流量 养农部来区别功能差异 一般养农部93%级以上 养流量3升 5升和10升较为常见 养流量越大 使用场景的适应症越广 另外还有针对高原低压缺氧环境 开发的民散式制氧机和穿戴式便携制氧机 另一方面 高昂的价格让普通人望而却步 急需制氧机的病患们 往往需要花费数年的积蓄 在人均月收入刚刚破千的年代 上万元买一台机器是难以想象的 外资品牌流出的夹缝 给了国产制氧机机会 引得无数企业进场卡位 在长三角的江苏 珠三角的广东和东北传统的工业重镇 快速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制氧机集群 出生的国内企业 在当时的条件下 大多直接复制国外技术和产品 或模仿进口制氧机做逆向开发 或找到进口品牌做技术转移 在勇为创新构建技术位类 逆向研发的路子长期来看 注定难以成功 与其他品牌不同 于悦选择了长期主义 从零开始自研压缩机等核心技术 与此同时 为了让普通人买得起制氧机 于悦通过提高产能配置 规模化生产来尽可能压缩成本 与同行相比 供应链 现金流的压力 无疑是在刀尖上起舞 各自锚定路线后 国内制氧机市场陷入了新的混战 彼时 对他们而言 产品销售是一锤子买卖 正因如此 养浓度不达标 使用寿命短等质量问题频出 消费者维权无门 劣币驱逐良币 一场现任危机开始冲击市场 但外资品牌过得也并不好 随着质氧机价格 在鸿海市场中被打下来 外资品牌为了维持毛利率 不得不反复压缩成本 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一点点失去 市战力下降 而更多的外资品牌 在这个过程中被迫出局 此时的愉悦 作为国内最早一批投入质氧机自研的企业 尝到了长期主义的阶段性优势 在市场的一片混沌中 自研与规模化的价值再次显现 家用质氧机的特殊性 在与其兼具消费 医疗属性 想要立足 只能走专业化 规模化道路 通过产品力塑造品牌 选择你想开发 技术转移的企业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战况焦灼时切换增长引擎 甚至从零做起 既要保证自身的线机流稳定 且长期投入研发 又要保障产品体验没有明显差异 这无疑是一道纠结的选择题 20年间 超过百人的工程师队伍 保障着医用标准的稳定供氧 由于条件的限制 多数国产企业无力支撑全产品线 但少数都有能力支撑的 往往可以通过不断拓展制氧机品类 实现良性循环 2019年11月 于悦制氧机得到了国家工信部的制造业 单项冠军产品认证 在于悦完成全球百万台制氧机销量的当下 已先后完成三代技术迭代 积累了67项制氧机专利 推出30多款不同机型 覆盖家用 院用 军用 高原 车载 便携多领域 为素流而上奠定了基础 制氧机中最关键的是压缩机 分子筛 电磁阀 于悦通过自研 具备了完整的压缩机与电磁阀的开发制造能力 而通过与上游材料供应商的联合创新 于悦掌握了稳定 高效分子筛技术 将制氧效率的稳定性达到领先水平 在这个过程中 如静音 无线操作 医疗器械的家电化设计等 吸氧是个非常耗时的过程 例如慢足肺患者每天要吸氧15小时 如何在稳定制氧效率的同时 把噪音降至舒适范围内 一直是行业难题 于悦通过升级环绕式风道设计 退合创新板金机罩 形成防反射抗性消音器 在不牺牲致氧稳定性的同时 把噪音降至39dB 大大提升了患者的吸氧体验 2015年 于悦推出8F-5O致氧机 一击风神 这款水箱造型的致氧机 几乎挽足了消费者对致氧机工业设计 功能全面 耐用持久 价格可及的全部要求 也成为许多消费者的第一台医疗级家用致氧机 另一方面 于悦在不断提升产品品质的基础上 开启了品牌战略 随着互联网旺潮的邪癌 新秩序逐步建立起来的国内致氧机市场 开始被强敌环视 但医疗器械技术储备和市场准入文坎 让新玩家们很快就表现出了水土不服 其中 一部分企业是为了补全业务生态 纽约有业务形成合力 并没有凹林的魄力 潜尝者只便草草离场 还有一部分企业通过并购 入股了一批医疗器械企业 但由于本身没有专门的医学积累和临床数据 无法准确把握产品逻辑和用户需求 短期内难以通过财务手段 整合买来的医疗资源来弥补这份功课 最终也是割热离场 尽管各行业巨头大刀阔斧赶来 却没能让行业改其意志 实际上 家用制氧机作为特殊家电 并非只做产品优化 就能让消费者得到更好的使用体验 从如何选择 如何使用到如何维护 每一步的误差都可能让工程师们辛苦做的优化设计变成障碍 比如 在传统线下连锁药店渠道 安排专业的品牌导购援助场 为老年人和不了解的消费者提供帮助 来建立对质氧机的全面认知 并提供上门安装调试 盐保等服务 确保用户在遭遇使用问题的第一时间 能够得到专业技术支持 将用户体验做到极致 成为国内几乎最早布局智能化的医疗器械品牌 推出的健康管理APP可配合致氧机 实时监测用户的身体数据 2019年 余悦启动了用户服务数字化转型 并立两年后开启客户价值转型 售后阶段 以智能应用家人工客服的方式 构建完善的服务流程和制度 售前阶段 以智能匹配和人工相结合的方式 帮助一项消费者匹配到最适合的产品 加速医用向民用的转移 近年来 国内各大企业都布局了淘宝 京东等电商平台 余悦虽然是第一家经营电商的医疗器械企业 并实现了连续七年的销灌 通过不断科普制氧机 健康知识 如制氧机 避坑指南等 帮助消费者了解制氧机的正确价值 必被常识 以便不时之需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些细节上的用心 巩固了销量龙头的地位 也让余悦的首雷之战愈发稳健 在第一台制氧机落第五年后 余悦从竞争中杀出登顶国内市场份额 抢占超过六成的国产制氧机市场 并开始谋求更广阔的海外市场 一方面 余悦在重点海外市场开设办事处 大力开拓当地政府 经销商资源 另一方面 通过收购的世界顶尖医疗器械行业品牌 在更多地区建立影响力 如2018年 余悦收购意大利顶级医疗设备厂商 百胜医疗集团 至今 余悦已将制氧机远销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 全世界都在西中国 余悦已经成为现实 在江苏丹阳 余悦修建了全球最大的制氧机工厂 1500米的制氧机产线 3万平方米的生产规模 构筑了强劲的生产力 如果开足马力 一天产能可达8000台 在国内新冠疫情爆发之初 余悦第一时间派出团队支援一线 保障制氧机不断供 并向早期疫情集中的武汉 提供了一批10升的大流量制氧机 缓解患者的燃眉之急 而在这一轮的上海疫情中 为了缓解上海市民家用制氧机的供应紧张 余悦建立了面向上海市区的制氧机应急保障通道 今年3月初以来 累计向上海发送制氧机 高流量湿化治疗仪 镇压无创呼吸机 物化器 出产监护仪 各类体温剂等14万余间 如今的余悦已发展成呼吸 血糖及家用抛科 感控三大领域的国内医疗器械龙头 舞台已从当初的小乡镇 变成了全球市场 火产医疗器械的下一个十年 也正在由他解救